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M這個數列 滿足D推關係 它要你求A2、A3、A4、A5 把它帶進去 還有要你歸納出一般項 第三個就是說 要你用數學歸納 來證明你歸納出來是對的 第一個我們先算那個 A2、A3、A5 A2把它帶進去 就M帶1 這是1 這是1加多少 A1是0 5減掉4乘以0 這五分之一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這是A3 這點多少呢 1加A2 A2是五分之一 5減4倍的A2 A2是五分之一 這等於五分之六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 25減4 這是21 21 五分之21 約掉 所以是 21分之六 約掉 3二得六 3、7、21 等於7分之二 再我們看看 這個 第三 A2、A3 再我們看A4 A4 A4就是1加A3 A3是7分之二 這7分之二 這7分之九 這7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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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15 減8 7、27 7、7、7 9、19 93、27 這個等於3分之一 再我們看看A5 A5 A5的話 這個是多少 5減掉4倍的A4 3分之一 1加上A4 A4是3分之一 所以這等多少 這是3分之15 15 減4 11 3分之4 我約掉 等於11分之4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什麼規則 我們之前 有做過一題 類似 這個上面的話 這一次的 一次常數 一次常數 那得出來的結果就是說 他得出來的話是分母 是一次的 n的一次4 分子是n的一次4 分母也是n的一次4 也就是說 分子跟分母都成等差 那我們現在 把那個 分母 分子把它弄成等差 這是1、2 這給它弄成3 9分之3 3分之9 這是4 我們發現 你把分子弄成等差的話 分母也是等差 5 7 9 11 這差2 分子的話 公差是差1 分母的話 公差是差2 所以我就猜 猜說 這an的話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個 公差是1 首相是0 0 加上多少 n整一滴 n整一滴 就n 整一 乘以公差 公差是1 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的話 是多少 這個的話 是 n整一滴 那從5開始 5 這第2下 應該加上多少 當n取2的時候 會等於0 應該 n-2 當你n等於2的話 這個會等於0 n等於2的話 這是5 n等於2 這是5 n等於2 剛好是1 沒有錯 所以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 n加3 或者n-1 那我們現在來驗證看看 當你n等於1的話 等於0沒有錯 n等於2的時候 這是1 這是5 這也沒有錯 n等於3的時候 這個通通沒有錯 n等於3的話 就是3-1的話是2 所以這個應該是2n 這公差是2 剛剛講錯了 這公差是2 公差是2 所以是n-2 乘以多少 乘以公差 公差是2 所以應該是多少呢 但這裡應該就是1了 這樣的話就是多少 就是這個2n 2n加3 那裡n等於1的話 等於0 那n等於2的話 是多少呢 所以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n-1吧 這裡可能是加1吧 加1而已 加1 加1 那你n等於2的話 是5嘛 5分之1 就2 那n等於3的話呢 6 6加1是7 7分之2 n等於4的話 8加1是9 9分之3 n等於5的話 11分之3 11分之3 11分之這個 5-1是4 所以呢 這個4子 都滿足前面這些 A1 A2 A3 A5 帶進去都對 所以我們猜測說 an的話 應該是等於3 2n加1 分之n-1 這是我們猜測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用數學歸納吧 就是說 這個an的話呢 是不是這個 D推關係的一個計 好 那我們現在用數學歸納法來證明看看 看是不是 好 我們看第三個 第三小題用數學歸納法 數學歸納法 就是當 當n等於1的時候 n等於1的時候 當然是對的 我們剛剛驗證過了 折這個A1 等於多少 帶1下去 2乘1 加1分之1 減1 等於0 所以滿足初始條件 好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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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等於k10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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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1加多少呢? 這個是AK,AK就是2K加1 分之K-1 好,那我現在給他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通分以後 這2K加1都可以約掉 約掉了,通分以後這分子多少呢? 加起來是3K 加起來是0 就是3K加0 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是5乘以2K加1 減掉到4倍的K-1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10吧 10K 減掉4K就6K 那這5嘛 5減掉到4 就是加4 這是加9 所以這是6K加9 6K加9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K 2K 加多少? 32得6,33得9 那能不能寫成 K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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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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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2倍的K加1 那多少? 加1 所以這N-1 除以2N加1 N-1除以2N加1 所以滿足啦 K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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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1 滿足這個地對關係的 他的一般項都是這個 那這樣我們就證明了